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七个小细节 这个第七个小细节就是县城相关 县城安全相关的问题 来看多个客户单并发访问同一个Severnet的时候 那服务器会针对每个客户单的访问 是不是创建给请求县城 现在县城上是不是调用Severnet的Severnet方法 因此Severnet方法里面如果访问了同一个资源的话 就有可能引发县城安全问题 这句话看得懂吗 现在有八个哥们并发访问我 是不是有八个县城并发的去调用Severnet方法 那这个Severnet方法里面如果操作了共享资源的话 那这时候是不是完全有可能引发县城安全问题吧 好,来,看大家县城 这个县城安全学是怎么样 考大家一些问题 我们这里面再来写一个Severnet Severnet的Diamonds 是了,是吧 好,这个Severnet要给你们写的注释 这是县城安全,是吧 好,我问一下大家 我在这个Severnet里面 我定义了一个变量,是吧 我这地方I++ 然后这地方我CST2的I 我现在这个Severnet被一百个人并发访问 也就是说一百个县城市的同时 调用这个代码呀 我问你,有没有现场安全问题 有没有 有个屁呀 有人有 说出发了,是吧 我不是说出发故意损,是吧 我故意说出发,让你们睡觉的不想睡觉,是吧 你们这个引起重视,这个是没有现场安全问题的 为什么没有,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现在是不是一百个县城的并发访问这个代码呀 那这个代码 在一百个县城上都会执行吧 那每一个县城都有个自己的I码 各自有各自的I 那哪有现场安全问题发生呢 我再说一遍啊 这个代码被一百个县城并发网问嘛 那这个代码是不是一百个县城上并发 在一百个县城上都执行呢 那每个县城上是不是各自有各自的I啊 那这是,这是没有现场安全问题的 听懂了吧 好,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现在把这个放在这里 有没有现场有 有没有 不敢确信了 有没有 为什么有 这个7-8的对象是不是只有一个啊 只有一个 那现在 也就是说这个I是不是也只有一个吧 那现在一百个县城并发来访问这个代码的话 是一百个哥们操作的是同一个I啊 那肯定就是现场安全问题 听懂了吧 好 需不需要我们给你 我需不需要我跟你验 把这个现场安全问题 验证出来给你 试验出来 需不需要 等一会儿跟大家做试验好吧 好,接下来 我再考里面 我再考里面的话 我不能在这里面搞 我另外写程序 我专门跟你们搞一个现场包 实际的吧 对 我这个地方定一个PostNate 我在PostNate里面 我这个地方定一个A级吧 无所谓了,好吧 这个A级 好 这里面写一个什么代码 这个A级干脆允许你们访问 为了简化 你们编写 我这里面再来写一个Demo 好 我这个地方访问PostNate 这个地方是NewPostNate NewPostNate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PostNate A级 是加加吧 我们这个地方再来 打印 这个P点A级 现在我问你啊 这个代码被100个县城并发访问 有没有现场的问题 没有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没有 你现在这个代码被100个县城并发访问 那是不是每一个县城上都有一个PostNate 访问的各自各自的A级吧 这也没有现场的问题 好 来啊 我接着问大家 我现在把这个玩意 有没有 有 有 真有加油啊 真有 这为什么又有了呢 为什么是Dedic就有了 这个静态的 这个静态的东西 它是不是在内加载的时候就创建吧 内加载的时候创建啊 不管对象有多少个 内是不是只有一个在内城里面 你这个地方无关 你没有 无论你没有多少个PostNate 它是不是用同一份字节码 溜出来的吧 比如说这个静态的这个A级 是不是会被内的所有对象所共享呢 所有内的对象 其实共享是同一个A级 听懂吧 静态的 它很特殊啊 这个静态的成员里面 小时候学加法基础的时候老师跟你讲过嘛 内加载的时候是不是静态成员就出实话了吧 是吧 并且这个内的静态成员是不是会被内的所有对象所共享啊 好 你来看啊 现在有一百个先生并发访问这个代码 是不是啊 他虽然创建了一百个对象 但是他们共享的是不是同一个静态的A级啊 那这个地方一百个先生并发访问A级的话 那这时候肯定现在按照问题嘛 听懂吧 静态的东西 你们在开发的开发过程中真的要慎用啊 要小心 静态的东西用的不好啊 除了有现场安全问题会发生 还会有内存崩溃的情况发生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嘛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那比方说我这个地方搞一个历史集合 我这个地方搞一个历史集合 来 认识这些啊 现在 我这个地方如果不搞成静态的 我如果不搞静态的是吧 那这个有个哥们拿到这个person了之后 他是不是调用这个历史集合的爱来方好 往这个里面加数据啊 是吧 加数据 好 最后他在打印这个person是吧 这个打不打印无所谓了 现在这个代码你看这个服务器起 web服务器起起来 是虚机起起来吧 这网站起起来是不是运行几年了 不关吧 好 我这个代码现在是这样写的 你说会不会有内存崩溃的情况发生 会不会有 这个不会有 现在你这个代码是不是 被人访问N多次啊 每一个被人访问N多次 这个没问题的 是不是在每个县城上穿那个person吧 然后是不是往这个person里面 是不是加了一个AA吧 加了一个AA了之后 当这个哥们访问结束了 这个person是不是成了垃圾啊 那服务器是不是会释放这个person 所在内存吧 是把这个历史集合跟着也释放了 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你要是把他改成静态的哥们 那你就死悄悄了 你要改成静态的 那这个这个内 这个内加载的时候 那你看人家一6% 是不是首先加在内啊 那这个内一旦加载到内存里面去 这个历史集合是不是就存在了吧 他随着内存在吧 好 现在那这个哥们是不是这个地方 他又出person的时候 然后往这个里面加东西 这不都是加在静态的容器里面吧 当这个person对象被摧毁的时候 自己马会不会摧毁啊 对象被摧毁 自己马是不是还是注入在内存里面吧 这个历史集合是不是还是注入在内存里面呢 是吧 那有个哥们来 就往这历史集合加一个 有个哥们往历史集合加一个 有个哥们往历史集合加一个 有个哥们来往历史集合加一个 这要出什么问题了 系统跑过四五天 慢有点慢 七八天有特别慢 上十天 我靠崩了 是吧 你们在做开发的过程中 这个静态的东西 你要小心啊 千万要小心 你一旦抽出了 特别静态的集合 静态的容器 很容易导致内存运出的 知道吧 你们即使迫不得已 你要用这样代码的话 那你要记得 要记得 千万要记得 记得是什么事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 这个 这个用这个集合 用完了吧 用完了 当这个对象被摧毁之前 你一定要记得已移除 是不是remove 这个玩意啊 听到吗 是吧 我扯的太远了 我扯的太远了 我还是扯回来 我们现在是讲现场安全问题 我扯的太远了 你们就要注意了 这个现场安全问题 它一定发生在多个资源 是不是操作共享数据吧 是吧 你如果某个东西是静态的 那必定是共享的 你这个也小心了 那非静 如果是非静态的 这个就不一定了 是不是 听到吧 好 你这个要记住 好 行了 那我们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了 我们开始说 你如果你的sevenate这样写的话 你如果你的sevenate这样写的话 如果这个代码被十个 这个现场并发问的话 是不是可能有现场 安全问题的发生吧 我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问题 为了给你们演示这个问题的话 我需要 为了做出试验效果 我这里边 我这里边需要做出现 需要让现场休眠一会儿 我休眠休在哪里 休在这里吧 sread 我们sleave一下睡回觉是不是 这个是睡觉 这里面睡的是毫秒是不是吧 那这个就是一秒 我的手脚应该可以保定在5秒之内完成这个10秒 你怕高 那慢了是吧 好 大家对啊 现在我这地方再输出吧 sponsor getout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read写出去啊 我们写出去的话 是不是写这个i吧 你别管我这是干嘛啊 我这以后我跟他讲 这个sponsor对象我还没跟他说嘛 好一个括号是吧 好 那最好 现在你看i 莫认是0吧 现在有一个县城来了 他是把i改为1吧 好 i改为1了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输出把他的输出给他看 本来这个科门是不是看到的应该是1吧 好 由于这个地方有个段休眠代码是吧 有个科门来了 他首先把i改为1了是吧 这时候他是不是还没有输出之言另外一个门来了吧 另外一个门是不是这时候把i改为2了吧 这个是出现问题的嘛 是吧 本来那个第一个门看到的应该是1吧 结果他最后看到是不是2了 他看到的结果 可他想象的就不一样了吧 是吧 那这就发生了现在安全问题了 好 给大家做个实验 好 我们这时候访问的是7nate是不是7nate的单某 这个是不是又写错了吧 7nate单某家 是是吧 好 我要搞快一点 我是不是开两个联系访问了 是吧 好 我这边是不是也这样吧 好 所以这边回车本来他期望看到的是不是1啊 这边也回车 这边根本本来期望看到的是1 实际上看到的是谁啊 啊 这就不对了 是不是又发了 学生安全问题吧 搞久了 怎么说 你们楼下有人不是人了 你们下面肯定有人不是人 他也搞了我一把 是吧 是吧 是哪个根本不是人 那我就不抓了 没问题吧 下面有个根本也凑了把热闹嘛 也拿了一把忙 那不就是3了是吧 反正你这个地方反正不是你看到了1 那就不行 是不是啊 本应该看到的是1是吧 好 那像这样的现场安全问题我们怎么解决的 这个解决方案那没什么说我们在小时候学过那你这个你看你看这个代码是不是有可能会有现场安全问题啊 你就把狗有可能爆发现场安全问题的代码这放在整个类子这个里面吧 放在同步代码块里面吧 好你只要往这个同步代码块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对象吗 类似的地方 类似是不是也是是不是对象吧 好那这样一搞的话那就没有现场安全问题了 当然这个时间值太久了是吧 我们这时候搞 4秒钟 是吧 再发布一下 因为这你这样搞的话那有一个县城来访问这里面的代码 那别的县城是不是只能在外面等着 是吧 要等到开始县城是不是访问完了 那他才进来吧 是吧 当然这样就解决了现场安全问题嘛 好 这时候再测一把吧 这时候测其实也得啰嗦了 是吧 对啊 这时候一刷新 他看到应该是1吧 这刷新他看到是2吧 那这也是我们想要的 1 2 3 4 怎么又是2了 是不是神经病吗 行吧 我们重新搞一下吧 发布一下 再访问一下 有一个门在提前访问我了 你再搞我把你揪出来搞 你不要以为我揪你不出来 我是有得的 我再刷新一下 这时候再刷新一下吧 这时候看到这边看到是1 这边是2吧 对了吧 对了 好 这是现场安全问题 你该怎么去解决是吧 好 讲到这个地方 我问一下大家 我们在实际开发案里面 用这样的解决方案行不行 为什么 不行啊 你要这样搞你就死悄悄了 这个玩意是不是像到一个网页一样啊 外部之间 因为是这个外部之间有一个人访问 别人是不是访问不了啊 那就惨了 那心脏首页要做成这样的话 最后一个访问的哥们 是不是等着 他点开心脏首页 在外面玩了一年跑回来 往一年还被打开 是不是 这个大家注意啊 这个7NET是有现场安全问题的 但是现场安全问题 你要想解决的话 采用这种方案 绝对不行 是吧 绝对不行 那这个7NET现在安全问题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呢 就在7NET的里面提供一种解决方案 但那种解决方案其实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这也是挺傲的 哈哈 现在有一个一个县城南并方法王这个大码 有没有现场安全问题 最后县城安全问题发生 它有个前提条件 是不是这个程序要操作共享资源了 你现在这个地方就打一哈哈 这有没有共享资源操作的问题 这个不会有现场安全问题的 开始这个人们操作同一个 变量或者容器或者文件或者数据户等等 是不是操作共享资源 我们才有现场安全问题 是不是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否则的话不需要讨论的 给大家注意一下 好 今天下午我们再来说7NET的里面解决方案吧